我剛剛從鄉下上來 是因為我在前兩天 接到我們運動的朋友說 今天能不能上來談一談 最近因為缺水 強迫農民休耕這件事情 今天是元月二號 在12月25號的當天 當天剛好是全台灣 所有縣市長就職的當天 所有的新聞版面 當天的政治新聞 大概都是在環繞在 各都的新的首長 可是在那天的傍晚 下午經濟部 召開了一個會議 邀請了農委會各個單位 他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 這決定在晚間六點多 用新聞稿的發布的方式公佈 多數我們的國民 並沒有注意到這個新聞 但是對有一群人來講 這則新聞卻影響了 他們未來一年的生活非常巨大 這個新聞和這個決議 就是從現在開始 明年整個第一期的稻田 水稻田 將要強迫修耕 大概有四萬多公頃 主要集中在桃竹苗 還有台中 還有南部的部分 有四萬多公頃的稻田 將停止供水 因為強迫這些稻田的所有農民 在明年的上半年 都不能有任何的耕種 那這個新聞它影響 這個決定它影響到是 表示這四萬多公頃 靠這四萬多公頃耕種的農民 在未來一整年 將沒有一毛錢的收入 將沒有一毛錢的收入 等於是政府強迫他們放無薪假 各位都知道 如果是企業放無薪假 我們政府還有這個失業的補助 到六個月 可是農民被強迫放無薪假 他沒有任何的收入 那農委會 其實按照水利法的規定 所有台灣的水優先順序 是先民生用水 然後就農業用水 那為什麼 明明農業用水是優先 結果 政府卻強迫把農業用水移做工業用 那變成農民沒水用 那這個就是長期來台灣 其實犧牲農業成全工業的結果 這不是哪一黨執政的問題 每一黨執政都一樣 但是到了這個時候 是我們該反省 這樣的政策 是不是需要改變了 過去我們習慣了 各位看到 當工業園區要開闢的時候 廠商沒有土地蓋廠房 政府就去徵收農民的土地 強行徵收 然後給企業蓋工廠 可是農民卻失去了土地 現在 明年由於今年的颱風少 水庫缺水 所以未來一年的水量可能不足 就把農民 原來是農民用的水 轉移給工業用 農民就沒有收入 我們長期來就一直這樣循環 強行徵收農民的土地 來做工業使用 碰到缺水的時候 強行掠奪農民的用水 給工業用 然後呢 這些工業用水 再排放出來 繼續污染我們的農地 這是台灣農民的宿命 和農業的現況 那過去幾十年來這樣子 難道不是到了我們 該去思考 我們是不是還要這樣的政策 下去的問題 各位知道 任何一個國家 不可能缺少糧食 沒有糧食就活不下去 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一 遠地於世界各國 那政府知不知道這個問題也知道 所以政府說 希望能夠提高台灣的糧食自給率 到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 可是當碰到了 可能還是犧牲農業 還是犧牲農民 因為我自己這兩年在鄉下種田 我們很多的農友 從那天晚上開始 一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為什麼睡不著覺 除了一年沒收入之外 還有很多的錢要繳 比如說 我們去年剛買了一台割稻機 我們跟農友 剛買一台割稻機 一台割稻機要三百萬 農民沒有這個錢 只要去貸款 貸了款買了這些農機 結果今年準備第一期 是我們最重要的 的耕作稻田的季節的時候 結果政府告訴你 你不能耕了 貸款還是要繳 可是沒有任何的收入 這都立刻讓這群農民陷入困境 何況很多農民 他不是一家人 通常各位知道嗎 一個農民 除了自己耕田之外 可是他哥哥 他妹妹 他姐姐 是一個家族 都靠耕田為生 沒有任何的收入 是好幾個家庭沒有任何收入 那政府會說 好吧我強迫你修耕 我不給你水用 我給你一點補償好了 給你一點補償也好 那政府覺得這樣就沒問題 可是他不知道 這個補償金 是發給稻田的所有者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地主 那台灣目前的農業的現況是怎麼樣 台灣其實基本上每一個人擁有稻田 很少超過一甲 三分地 四分地 有一甲算多了 所以多數的農民 都是去給人家租田 或是很多人的田 由於要領修耕補助 他就會免費用口頭約定的方式 提供給農民來種 所以當政府要補償的時候 他只針對稻田的擁有者 也是誰擁有稻田 這個補助費是給誰 那麼實際靠耕田為生的農民 拿得到拿不到錢 拿不到錢 完全拿不到錢 前兩天農委會主委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陳明文委員問他說 你這個補償費 農民拿不到怎麼辦 陳主委還生氣 說那個是以兒傳兒 是我們在網路上以兒傳兒 所以農民拿不到錢 我可以告訴農委會陳主委 這不是以兒傳兒 這就是事實現況 農民就是拿不到錢 是地主把錢拿去 現況就是這樣子 為什麼 除了少數的農民 他有加入小地主大電農 有正式的簽約之外 多數的農民 實際耕種農民 他沒有跟地主簽約 為什麼地主沒有簽約 是因為台灣的地主有三七五 減租的陰影存在 所以他寧願填給你用 可他不願簽正式的租約 因此這筆補償費用發下去 勢必是地主拿到 能夠真正拿到補助的農民是少數 這就是政府官員不認真 懶惰又驕傲的結果 到今天為止 我還沒有看到農委會 拿出具體的措施 告訴我們 這些真正靠種田為生的農民 要怎麼樣拿得到補助 明年一年不至於說 繳不出孩子的學費 繳不出貸款費 以及沒有任何收入來源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 農委會有具體的做法 我到今天傍晚 從鄉下上來的時候 我們跟農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禮拜一 農委會要再召開一個協調會 來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禮拜二 他們的結論還是像這樣子 他們覺得應該要站出來 臺灣農民不能再一直 只是被欺負而已 那各位 這筆補償費 要補償給農民的補償費 是誰買單 誰出的各位知道嗎 在場各位 我們都出到錢了 當如果真的老天爺 讓我們沒水用的時候 這是沒辦法問題 誰都要面臨 可是為什麼 所有的代價都是農民承受呢 真正用水最多 我講真正這樣 正是造成農民缺水的事 新竹科學園基那些 大量用水的大廠 這些大廠 他要不要多付一毛錢 他不用 他不用多付一毛錢 因為 代價是農民承受 要補償的費用 是全體國民幫他們買單 那麼 我看到行政院的新聞稿 他說 國科衛的新竹科學園區 又負擔一部分的費用 於是我很好奇的上去看 這一部分費用 真的是廠商繳的嗎 告訴各位不是 那是廠商本來就該繳給政府的 廠房租金和管理費 他從這裡雲支一部分作為補償 所以 廠商有沒有因為這次缺水的用水 而有任何多一毛錢的支出 沒有 這些代價都是我們和農民 一起來承擔 這是完全的不公平 各位想一想台灣 這些大廠 這些大工廠 他們開發園區是政府幫他出錢找土地 他的公共設施是政府 所謂政府其實是人民 是我們大家幫他出錢徵收土地 大家出錢幫他做公共設施 然後他平常的用水用電 只要三分之一價格 差價是我們補貼 然後到現在 一旦缺水的時候 他要優先用水 然後犧牲的農業 那些補償費用 還是我們幫他買單 所以當這個新聞露出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寫了一篇文章 有很多的朋友 雖然不是農民 可是他們熱心的幫忙轉天 讓更多人知道 有這樣一件事情在發生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網路上 有些朋友 有些人在網路上留言 他說農業就是產值低啊 農業的救援人口就少啊 所以工業產值高 對國家低 GDP貢獻大 工業的救援人口多 所以沒水的時候 犧牲農民是理所當然 不然難道犧牲工業嗎 甚至有 我看到網路上 有人留言說 我每年的繳稅 是前二十趴急去 為什麼農民可以不用繳稅 任何行業都有風險 所以發生這個風險 農民承擔 為什麼要補償呢 我看到很多這樣的說法 可是各位 我們看台灣今天工業發展 我剛才講 從土地取得 公共設施的興建 到水電費的補貼 到還有多租稅的優惠 這些成本 如果都算進去的話 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工業的產值 難道會比農業高嗎 對GDP的貢獻 難道會比農業重要嗎 答案是不會的 是因為很多的成本 今天沒算進去 是全民幫他補貼 他才有那一點點GDP的貢獻 結果今天他告訴我們 因為他們產值高 所以要犧牲農民 這是嚴重的不道義和不正義 我們今天想講的 不是要解決這一次缺水的問題 缺水問題已經改變不了了 改變不了 但是我們希望 台灣的政府也好 我們所有人都好 其實我們都是受益者 我們都受益者 當我們有糧食 可以安穩的吃 當台灣農業 還有人願意做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感謝這一群 願意繼續務農的朋友 那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非常希望說 我們今天所有支持 反核運動的朋友 也能關心台灣土地 跟土地上心情更重的這群農民 他們需要的 不只是度過明年這個難關 他們需要的更是 徹底的改變 台灣對農業這樣的看法 包括我剛才講 就是認為農業沒什麼大不了 就是認為農業可以被犧牲 這樣的政策的價值的方向 應該要改變 因為這牽涉到了各位 各位想一想 今天我們還有糧食 還有好的土地 是因為我們祖先留給我們 一片好山好水 那如果到了我們這一世代 或現在當權的這世代 我們把所有土地都破壞了 把水資源都破壞了 我們以後留給我們的子孫 後代是什麼呢 他們要靠什麼為生 沒有土地就沒有生存 沒有乾淨的水乾淨的土地 就沒有永續的生活下去 全世界的政府國家 都懂得保護農民的時候 我們看看我們的政府 還延續過去幾十年來 以異農浮工的政策 我們看到歐盟的國家 他們對農業的保護 我們不要講歐盟 我們現在美國 美國是個大工業國家 大資本國家都要知道 他們即使這樣一個工業國家 資本國家 他們的政府都用了多大力量 是保護農民 幫農民把農產品賣到國外來 強迫又賣到台灣來 那要全世界去 可是我們政府確實這樣 帶頭在犧牲農民 犧牲農業 那今天來到這邊 主要想跟這九十幾集來 一直參與的所有 愛護這塊土地的朋友 台灣土地上問題 除了核電廠核廢料之外 土地要永遠能夠生存下去 呼吸下去 我們需要農業 我們需要願意在農業這個場域裡頭 奉獻他們專業的一群人 所以如果需要各位的時候 希望各位能夠一起用我們一己之力 不管在網路上或在行動上 給這群台灣很可愛的農民 其實他們不只是一群老農 我在鄉下看到台灣農業的未來 是有一群大概從三十歲到五十歲的青壯農民 他們願意返鄉去以農業為專業 那也許接下來會有機會看到他們 我覺得他們是台灣農業的骨幹 跟重要的傳承者 因為老一輩的農夫太老了 而小的太小 總是要有一群人在傳承著農業的技術 否則農業就斷了 尤其當我們看到務農人越來越少的時候 這一群農民就尤其可愛 所以 因為我這兩年在鄉下 和他們接觸 我看到他們的勇氣 他們的努力 那卻一再地遭遇到 不管來自於自然 或來自於人為的打擊 所以在這個寒冷的冬天 其實他們很需要 各位給他們一些溫暖 我只透過今天剛好 那個舞蹈邀請 來跟各位分享 這樣一群專業的農民 需要各位給他溫暖 來跟各位做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